由基隆市政府和台铁基隆站 攜手在基隆火车站南站一楼 打造的街舞空间已经完成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林鼎超 中华民国PD5协会理事长林俊涵 基隆火车站站长徐天安 以及市议员郭美秀 郑凯林议员代表等人一起视察 谢国良期许这处空间能够成为青年朋友 跳街舞的好环境 也能够减少无家者朋友聚集在这里 室内的部分来勘察我们基隆街舞空间的一个进度 那也很谢谢中华民国PD5协会的林理事长 协助我们就是有关于空间的意向规划等等 然后一方面也特别谢谢我们郭美秀议员 针对于这个南站的很多无家者 给予很多关怀跟协助来让孩子们练舞 给我这些无家者不要有冲突的情况 也很谢谢我们台铁的主任 然后租借这个场地给我们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长久 可以说十几年以来吧 基隆其实都很缺青年朋友街舞的空间 因为他们需要宽的镜子需要雨遮并且需要有插电 可以有音乐跟更多的灯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就选定了在南站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来把它设置完成 那我刚刚也有建议说 举例可能把这个亚洲最有爱城市啊 基隆的市都可以弄成霹雳舞的市意象 这样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当然我也有对于这个环境还有多一些建议 那我们再请产发处跟这个台铁的主任来沟通 但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场地 我想也很谢谢台铁的协助 不过换句话来 换句话说来台铁要理解 我们有这样的场地以后 无家者的朋友他比较不会过来 所以这个叫做双赢 那未来我有特别请我们一分局 他们也非常的积极会协助 如果有一些无家者的情况 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疏导 那有一个社会 包括现在美国一样 都有很多无家者 但我们就是尽量辅导 那这一点我们那个郭美秀议员 他们非常的热心 所以我们过一阵子就会正式的开幕 开幕我们也希望以我们基隆在地舞者的意象 来做一个命名等等 所以我今天先来视察一下 先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然后再做最后的一些修改 也谢谢大家配合 这个案子一共花了产发住 目前大概多少 四十几万 所以我觉得说 也还算是一个花费适当 但是可以给青年朋友 好的环境的一个规划 谢国良特别感谢 交通部铁路管理局提供场地 再加上中华民国霹雳舞协会的专业建议 以及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团队的努力 为喜欢街舞的青年朋友们设计 并且打造这处完善友善的场域 跟市政府共同营造基隆街舞文化发展的重点区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